開放韓萊克多巴胺豬肉 進口臺灣的政策 以及行政院前發言人 丁一鳴的牛肉麵風波 而飽受批評的行政院 最近內閣改組傳聞不斷 總統蔡英文今天終於出面了 開口就感謝行政院長蘇貞昌 和內閣團隊 破除了內閣改組的傳言 而國民黨下站鐵 要求辯論萊豬相關的議題 蔡總統他提醒國民黨主席 蔣啟臣別忘了立委的身份 以質詢討論政策 才能夠回歸事情的本質 參加民進黨中常會之前 總統蔡英文發表近期罕見的公開談話 一開口就稱讚行政院長蘇貞昌 蔡總統破除內閣改組傳言 還要團隊繼續衝 總統的鼓勵蘇貞昌應該聽到了 出席國家永續發展獎頒獎典禮 蘇貞昌心情看起來格外輕鬆 不過卡在前面的還有明年元旦就要開放的 受肉精豬肉進口議題 國民黨立委不僅十二度杯葛蘇貞昌 到立法院報告 還向蔡總統下贊帖要求辯論 提醒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別忘了立委身份 國家利益應該優先於政黨利益 蔡總統的辣臺妹精神似乎逐漸回魂 華視新聞 張知晴 潘建任 台北報導 國民黨立法院報告